欢迎回来同学们 下面我们赶紧来看一看 这个第一道小题应当如何去做呢 现在请大家在这个方框当中 填上正确的数完成运算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问题呀 咱们会清楚的观察到怎么样了呀 不再像原来一样 是两个数在做加法了 对不对 通过审题我知道了 这个呀是连加运算 对吗 如果干个数加在一起 我们小朋友头脑当中 要非常的清楚 咱们的顺序 那就是从左到右 依次去计算 对吗 好了 那接下来呀 注意了 就需要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 我们原来所讲过的这种凑时法 对不对 好 同学们 你看一看 这些地方呀 乐乐老师已经给大家 哎 搭好这个房子了 所以呀下边呀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共同的来看一看 这样的问题怎样去做 我呢 以第一个为例 等我讲完这第一个的话呀 需要大家迅速的注意了 哎 完成后面的几道小题 好吗 好 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啊 来吧 7加4 如果现在没办法口算的话 那么请大家赶紧在旁边怎么样啊 哎 去搭一个小房子 想一想凑时法 来 猜小数 捕大数 见到7 迅速告诉我 想到谁 没错 当然要想到3 对不对 4可以分成 3和1 7加3等于10 10加1 得11 对吗 来吧 你看一下 这个第一个空啊 我就给它搞定了 对吗 好了 再往下走 11加上8 同学们 这个没有进位的加法 注意了 来 各位加各位 1加8 得9 所以我就知道 此处应该是19 但是你别忘记了 赶紧在原式当中 也要把19写好 好吗 你看 我第一道小题就完成了 好吧 后边的这四道小题 宝贝们 交给你了 请大家暂停视频见吧 孩子们 做完了吗 非常的厉害 但是不要得意啊 乐乐老师曾经说过 同学们 会做的题啊 我们要一次把它做对 对吗 好了 来看一看 这个能不能口算呀 可以了 我们知道 5跟5是好朋友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 我能够特别快就算出来得几啊 哎呦 11呗 那11再加上8 跟刚才的那个是一样的 这里是19 完了 第二道小题小鸭子的这个房子 特别快就搞定了 OK 继续来看小青蛙的啊 来吧 8加8 还是如果忘记的话 别忘了 凑10法可以帮助大家 这个地方是多少 你们算完了 很好是16 对不对 16再加上4的话 你看一下 6跟4是好朋友 刚好可以凑10 所以两者相加得多少啊 哦呦 这个地方是20咯 完了 第三道小题应该是20 容易吧 哎 特别的容易啊 好 继续来看这个 9加4 同学们 跟着乐乐老师 我们来口算 那么见到9呀 我会想到1 我就把这个4拆成是1和3 那9加1得10 10再加3得13了 对吗 很好啊 那么有的时候呢 在群里啊 爸爸妈妈会问 说乐老师 我们家孩子在算这个的时候 没用到你讲过的这个凑10法 但是啊 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算出来 OK 也可以 我们不要强求宝贝 好不好 哎 那我们来看啊 13加7得多少 很好 20吧 对不对 好了 我给你把20写好咯 哎呀 胜利在望了 还差最后一道小题 5加9 能不能迅速的报数啊 这些我们小朋友应该特别的熟 6是10 注意了 加这个5的话 是不是得15呀 但是现在是9了 那特别快是多少啊 当然是14了 来吧 14加上这个6得几呀 这儿是不是应该等于20啊 对吗 好了 天呐 哎 这一道题也是得20 没错吧 所以啊 通过这样的一道小题呢 我们小朋友要跟着乐老师慢慢的来体会 像这种连加运算 我们的顺序 我们的顺序那就是从左到右依次去计算 对吗 如果题目当中没有给咱们搭这些小房子的话 我们也会做 宝贝们 这几道小题你都做对了吗 如果做对了 赶紧给自己一点掌声非常的厉害 OK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石老师点睛 来吧 同学们 记住了 同级运算 尤其是像这种连加的运算 那么我们的顺序 那就是从左到右依次几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